金桐 姐姐 到目前为止啊 冷先生都很满意 特别是对你 下午茶的点心赞付绝口 是吧 你这次真的费心了 应该的 我就是提前做了点功课 试吃了几家 这家有一款蛋糕 特别出名 得提前两三天预订 才能定得着呢 尤其它里面那个花生酱 特别独特 我感觉起来 花生 怎么了 蓝先生的花生过敏 炎症有可能会休克的 蓝先生 池总监 杜经理 全都吃完了 小黛 蓝先生吃了这些点心 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啊 没有啊 蓝先生说很好吃 吃了好多呢 完了 蓝先生肯定吃到花生了 怎么办 赶紧通知震总啊 震总在哪儿 没有花生 温暖姐之前特意交代后厨 把花生酱的蛋糕都换掉了 温暖 太好了 非常感谢 您的欢迎 谢谢生情换代 谢谢生情换代 我觉得我对贵公司和对您 有了更深的感情 希望这会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那就期待我们下次见面了 文章我送你吧 再见 他还真有魅力 等会儿 你 他刚才跟你说什么 周经理 你怎么会出现 这么大的失误 要不是温暖及时发现 及时撤换掉了 所有含有花生的甜点 你难道不知道 冷先生对花生过敏吗 你没有了解客户信息吗 这次冷先生造反 湛总让我们早早做好准备 你怎么会犯 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如果真发生什么事情 后果有多严重 你知道吗 总监 您先别生气 我只是按照 温总助的吩咐办事 他也没告诉过我 冷先生对花生过敏啊 温敦姐明明提前 就打印好了 冷先生所有的喜好禁忌 交给你的 打印什么 我从来没有收到过 你没有收会什么资料 我亲眼看见温敦姐 交给 多多 湛总 湛总 文特主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是这次接待的总负责任 任何责任 给我承诺 池总监 这次接待冷闲性所有的任务 完成了非常适合 我建议啊 把这个月的总裁奖 分发给你们行政部门 参与这次接待的每一个人 咱们公司的风格啊 是做得好到有奖 但是做不好 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希望你可以 把这个事情查清楚 给我一个结果 是 先生 是 先生 对了 关于阿尔法这个项目 你有什么看法 坦白说 我没有什么想法 没有任何想法 也对了 也对了 这不管是相貌 金钱 身份相当的男友 还有相当不错的工作 你应有尽有 还有什么 能够打动你这个铁石 做得行的 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是睡眠 睡眠 自从我被调上六十六楼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自然写过了 都在工作 赶紧 你说我 可我 可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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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暖 那灯是无意识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